意在中俄美军想靠标准三导弹拦下洲际导弹 该决定在面对我军东风四摇时能有效吗 据环球网8月21号报道称 为应对潜在对手的导弹危机 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在研究决定将宙斯顿系统 和标准三新式国土防御作为美国国土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美军做出的这一新决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一次系统测试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测试准备工作被拖延 但测试仍将继续进行 据了解美军此次使用的标准三是一种高层弹道导弹防御武器 能够拦截大际层外的目标 研制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意图在空中对中俄的洲际导弹进行拦截 但是在美国测试拦截洲际导弹的几次实验中 有过成功当然更有失败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但这还是在提前准备好的情况下进行的测试 在战时怎么可能让你提前准备好呢 分析认为至少现在看来 这款导弹想要在战时拦截洲际导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举个例子 假如美军的标准三面对的是我军东风四一洲际导弹 美国的标准三虽然能有效搜出拦截 但是只能靠运气拦截 可能侥幸能够拦截住部分弹头 但是依然无法阻止东风四一发动攻击 对于美国来说 面对洲际导弹可能带来的威胁 显然还会加大研发力度和试验次数 标准三未必在战时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不过一旦美国叫嚣了半个世纪的天机反导系统建成 还是非常有可能拦截住东风四一 但也只是可能而已 要知道东风四一的最大射程能达到14000公里 对于东风四一洲际导弹来说 完全可以打击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威慑力不言而喻 完全可以比肩俄罗斯的白羊M洲际导弹 目前美军完全没有手段 能完全保证拦截这两种型号的洲际导弹 所以中俄才让美国一直十分忌惮 但需要注意的是 美军此次的新决定 透露出了美军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拦截洲际弹道导弹 这也说明了美军是在有意提防 中俄大国的潜在战略洲际弹道导弹 对于美军而言 要想在亚太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实现自己的战略野心 就不得不继续更换自己的战略装备 以及开发出更先进的武器 从而更好的压制对手 以此来达到其所谓的军事目的 但对于中俄两国而言 其实也不必过多在意 中俄两国应当加紧双边的军事合作 以此来对抗美国的种种行为 其实眼下美国不停地压制 这样更有利于中俄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